我是中心社中心网的常新宇 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开幕式上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主席说到的这几个数字 他说要邀请1000名非洲的政党人士和500名青年军官来花交流 还要向非洲派出2000名医护人员和500名农业专家 我想我们的人先见面在一起 一定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嗨,我是安娜从菲律宾 最令人印象最令人印象的声音是他自身上的声音 很感激烈,很开心 我认为一件最重要的东西他提出的帖称 是10点签论和中国的交流成与中国的交流成与中国 真的是很厉害的情况 谢谢大家和很好的日子 大家好,我是Rohal 阿茨的地方 I am attending today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FOCA Summit and it was a very historic event of the China-Africa relation and I am so happy to attend today on this program Hello everybody I am Krovis from Burundi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FOCA 2024 is experience for me I am impressed of the speech of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especially when he said about how bright the future of China-Africa cooperation Thank you China Hi,大家好,我是中新社中新网的吴馨如 其实在今天上午的开幕式里面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习主席在最后提到的一句非洲谚语 他说同路人才是真朋友 他还说到现代化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国家都不能掉队 帮外国的记者朋友们一起 我们体验了这座传手机的游戏 我们也从陌生人变成了同路人 现在也是成为了真正的朋友 我相信中非友谊 未来也会继续深化合作 携手同行 3 2 1 5 1 5 1 1 5 3